校长 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谁的本事大 谁的本事大 小蛙 小丸和小黑是三只小老虎 他们最爱采放 常常为一件事吵架 有一天 三只小老虎在一圈大肆下玩耍 他们又在意谁的本事最大 这时 刚好小蛙经过 小蛙 提议说 小蛙 来咱采探吧 虽然小蛙 爽咕咕的 但没别的朋友 只好让他当财产 小白先生 亲戚 我的母猫有神力 大胞在身体上 不会站起来的 小蛙就往上爬 让了小树枝 保护 乖 没个大胞姿势 身体晃荡 晃荡 嘴里还唱着歌 露拉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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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蛙 开着手说 哇 了不起哦 可是小蛙和小蛙却一脸无限 小蛙说 对 我有草莎 我也有福 你们从一五到十 那我就回小蛙吃亭解水呀 跳到对岸 踩野花再回来 小蛙看见他 起来 就马上略过河面 到了对岸 踩下一朵野花回来 小蛙赞叹地说 你呀 真棒呀 小蛙说 我赞叹这个福西姐姐 你 可以从地图下去 一会儿之后想带走出来哟 小蛙就往下端 一会儿就回到大家身边 小蛙又开手叫喽 你的本事也不得了 小蛙他们不高兴 一定要小蛙追出猫下 小蛙追不出来 他们就要小蛙当年一向而示 喵 喵 突然听到一声猫叫 三只小老鼠明明地逃到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小蛙说 我会的本事只是甜猫叫 你们为什么要赢呢 那三只自主为本事很大的老鼠 早已跑完无赢无装了 我的故事说完了 谢谢大家 五号请上台 谢谢大家